所谓什么特殊的频率的水 什么特殊的震动的水 美国的产品 德国的科技 这个东西其实很新吗 其实没有 我刚回来的时候也是有人找我 如果说你是很早以前就follow我的话 你应该知道有一个事情 一组人他找我 就讲说他们那边有三个博士 其中一个是女的 他就有在介绍他的一些什么专业 就讲说他的专业是有一个什么专利 很厉害的 每个人都有专利 当然我也是有专利 我的研究也是有专利 他讲说他有一个专利 一个机器 会有一个什么特殊的频率 震动了之后 这可以让水变成什么特殊的一个状态 可以让他更好吸收之类的 我才回来 然后我又是硕士 看他是博士 我不是用高学历的人 互相沟通的这一种方式来做沟通 我就问他 你的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我就这样问他 他就很生气 就突然间脸变掉 This is a secret I cannot help you C什么grid 如果说是文学类的 我不懂了 可是如果你是理科类的 你跟一个硕士或者是博士 你要跟他开启一个话题 最容易的方式就是你问他你研究什么的 就是这样子 今天不论是不是遇到谁 只要他是真的博士跟真的硕士 你要跟他打好关系 你就是问他 你研究什么的 然后他就会滔滔不绝 讲很多东西出来 这时候如果说你听不懂 不用紧的 你就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说真的你还要多一点交流 你这个可以再问他一些专有名词的东西 这样就够了了 不需要有什么其他的高深的技巧 我们这些人都是很简单的 我们非常simple 你只要跟我们聊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领域 我们就可以很好聊了 当然有可能是三方面的沟通而已 比如说你问我牛杖姿的培养 我可能可以讲到滔滔不绝 可能你连发酵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可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你跟这些高学历的人要做沟通 最简单的东西就是问他你研究什么的 在座如果说也是有硕士或博士 你可以留言一下是不是就是这样 不要讲好像只是我在讲 什么好专利 专利是可以讲 你就是不要把重点那个东西讲出来而已 你不要讲说你这个专利怎么做的就好了 你就讲说你这个专利是做什么的就好了 我的论文其实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专利的 就是我是用木头以外的原料可以养得出 我的一个博士的学长他也是讲 以前我们是用木头的 还模拟那个环境都养不出来 你用麦片就养得出来 其实是这样子 很简单就可以跟你讲出来 没有所谓的什么商业机密还是这样子 可是他生气 一生气我就知道这个家伙 应该就是假的 然后我又在逐一的试探另外两个 差不多了都是假的 没关系 都没有了 我看你一会儿就不得了